大家好,资子花因为是洗酸花卉,盆土在偏碱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缺铁性的黄叶 所以很多花以外为了预防资子花黄叶都会给它使用上这个硫酸亚铁 但是一般养花高耍它都不喜欢用硫酸亚铁给这个资子花补酸 为什么呢?因为硫酸亚铁虽然可以为盆土补酸 但是它的这个酸持续时间非常的短 特别是我们后期再来给这个资子花浇水就会将盆土里面的这个牛酸亚铁这个酸性的全部被冲洗掉了 那么这样就起不到什么比较好的补酸效果 那么可能有话也问,我可以每次浇水的时候都用牛酸亚铁就可以了 但是呢,牛酸亚铁我们每次浇水的时候用的话会导致盆土里面的这个铁元素增加 一旦这个盆土里面的铁元素过量就会危害到这个资子花的根系 所以导致资子花容易中毒,然后根系腐烂 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它的黄叶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养花高手都不喜欢用牛酸亚铁养资子花的原因呢 那么我们到底用什么比较适合这个资子花呢? 其实我们关键的还是要在于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把这个土壤的酸碱度调适宜了 那么在一个酸性条件下,这个铁元素呢,才更容易被蜘蛛所吸收 就不容易出现缺铁性的黄叶 所以呢,补酸是非常关键的 怎么补呢?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给它用上这个洗酸植物性的油精一样液就可以了 因为呢,它是专门为资子花这一类的洗酸花卉配置的 自浇水的时候呢,都给它用上一点既可以补酸又可以补肥 如果你每次浇水都用的话呢,我们这个浓度呢,就可以适当的偏低一点 然后呢,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啊,使用就可以了 这样呢,补酸补肥的同时啊,又不会出现伤根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想改善这个资子花盆土的酸碱度,避免它黄叶 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选择用这个洗酸植物性油精一样液来给它补酸补肥 比用硫酸亚铁要好得多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